在遥远沙漠的某个角落里 有座专门囚禁重型犯人的联邦监狱 监狱的规模 以及防御攻势不断地扩建 但扩大的速度 远不及增加的罪犯人数 监狱私下试图消弭人犯数量 于是开始有了非人道的大脑神经控制实验 面对这种残暴的风势 监狱内有数百名死囚 接二连三地发病且暴斃死亡 为了要藏匿这些尸体 不让外界发现 他们最终都会有特定的预警 欲往这座地牢的深处 也面临气候骤变 所带来的一场暴风雨 某个犯人趁着慌乱 脱离了控制 悄悄地从背后 袭击了一名正在调度的狱警 从警卫身上拿走了监狱钥匙 朝着人群较少的方向 一路地跑到了监狱的底端 他不顾警狱将钥匙全部射了一遍 牢笼上的锁 恰巧就被扭开了 这些阴时也身亡的丧尸 北深想唤醒 源源不绝地从地牢心源串出 丧尸撕裂了他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活人 狱警和犯人各自逃命 境狱仿佛变成人间烈狱